欢迎来到北极熊TOP机械 近期留言最多的是想看世界上最大的各类型客车 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 今天它来了 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记号安全带 我们现在出发 第十位 赛特拉 TOP CLASS 500 这是德国奔驰集团旗下顶级大客车品牌 赛特拉公司生产的一款高性能三轴大巴车 该车设计旨在为乘客提供最大的安全性和最大的舒适度 它车身长14.1米 宽2.5米 高3.8米 采用了OM471LA同轴六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输出500马力 最大扭矩2500牛米 宽阔的内部空间配备多种先进设备和驾驶员辅助系统 这款大巴车非常适合长途旅行 总共可容纳59名乘客 第九位 范胡尔TDX27 ASTAMIGA 这是位于比利时的欧洲第二大客车公司 范胡尔制造的一款三轴高端双层客车 该车设计只在为乘客和驾驶员提供高水平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的同时 还能大大减少燃油消耗 它车身长14.1米 宽2.5米 高4米 搭载了一台达夫MX13O6发动机 最大可输出530匹马力 2600牛米的动力 该车除了可用作传统的旅游客运 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为您量身定制 其中不少欧洲豪门俱乐部球队大巴 都是采用了四型号客车 作为长途客运大巴 该车总共可容纳95名乘客 这是瑞典沃尔沃公司为扩大墨西哥客车市场 而推出的一款三轴高端豪华双层大巴车 既然是一台沃尔沃 安全性能自然没话说 它的车身长15米宽2.6米高4.2米 采用6x2驱动模式 搭载了一台沃尔沃十三胜D13CO6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500马力 最大扭矩可达2550牛米 该车采用气动控制旋架 并配有侧柜功能 以方便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 相比单层9800克车 该车客运量提高了至少40% 最多可搭载63名乘客 第七位 马可布罗PRADESOL NEW G7-1800DD 这是巴西著名长途客车制造商 马可布罗公司 制造的一款四轴高端双层客车 作为一家车身制造商 这家公司在车辆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均是下足了功夫 它车身长15米宽2.6米高4.1米 该车采用8x2驱动模式 可选择斯堪尼亚K系列12.7升发动机 曼恩12.4升2676发动机 亦或者是沃尔沃10.8升 第11C发动机 此三种发动机最大功率输出 可达493马力 配备600升大油性 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每小时 总共可容纳64名乘客 第六位 IKEA UTRA LF25 这是由土耳其AKIA公司生产的一款五轴双脚链公交车 该车不仅可以提供出色的安全性和机动性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运载能力 它车身总长25米 宽2.5米 高3.4米 搭载了一台456马力发动机 最大扭矩可达2200牛米 该车拥有多个安全系统装置 两侧共有8个车门 方便乘客上下车 最多载客量 可超290位 目前该车已经作为BRT投入运行 主要在土耳其等国家使用 第五位 比亚迪K12A 这是由我国著名民族品牌 比亚迪汽车制造的一台 四轴三级双脚链纯电动公交车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纯电动客车 该车不仅动力详细 人性化细节方面 也是做到了极致 它车身总长27米 搭载纯电动分布式四驱系统 最大公里输出可达600马力 根据不同路况 还可以分配不同的动力输出 既可以减少能源消耗 也保证了续航里程的稳定 该车最高时速可突破70公里每小时 最大续航里程可达300公里 满载情况下 最多可乘坐250人 就在世界各国汽车品牌 纷纷涌入国内市场的同时 比亚迪却悄悄地走出了国门 冲向了世界 第四位 沃尔沃 B340M 这是瑞典沃尔沃公司制造的 一款四周双脚接快速公交 它车身总长28米 宽2.4米 配备有两个总容量540升的油箱 搭载了一台功率340马力发动机 最大扭矩可达1700牛米 最高时速60公里每小时 该车安装有自动速度控制系统 使用GPS连接自动限制关键区域的行驶速度 比如学校医院等 这项技术的应用对道路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减少至少50%的碰撞刷层 该车最大 可承载300名乘客 目前主要在巴西等国家用作BRT 第三位 斯卡尼亚F360HA 这是瑞典斯卡尼亚公司制造的一款四轴双脚接城市客车 该车设计旨在为乘客提供稳定可靠的乘坐体验的同时 发动机还能以低转速运行来优化油耗并降低维护成本 它车身总长28米 宽2.6米 搭载了一台13升斯卡尼亚DC13发动机 最大功率输出360马力 峰值扭矩1850牛米 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每小时 该车总共可容纳280名乘客 目前主要在巴西等国家用作快速公交 第二位 这是巴西马可波罗公司在乌尔沃B340M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一款坚固可靠的四轴双脚接快速公交 设计旨在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并提供安全可靠的运输工作 它车身总长28.5米 宽2.6米搭载了一台乌尔沃340马力 1700牛米的发动机 该车内部外部均配备有多个摄像头 以保证乘客的安全上下车 目前该车主要用于巴西或威地马拉等国家的快速公交运输系统 第一位 这是由德国弗莱恩霍夫交通 与基础设施系统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 共同研制的一款五轴混合动力 缴接式巴士 该车设计旨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 还能大大提高运载能力 以降低运营成本 它车身总长30.7米 宽2.5米 高3.4米 总重27吨 额定载客量256人 配备有一台功率610马力发动机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超长巴士 该车采用了先进的动力转向技术 别看它车身很长 依然能够像传统12米 城市公交那样操控 而且 司机也不需要考取特殊驾照 好了 今天的套部机械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说的 或是有什么想看的机械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